老花瑜每日一打 回答一下 出本的洋味 连第一个出本就很有意思 他说 枝子花为什么花掉了 叶子也掉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呢 它活下来了 是不是啊 很多的臭宝就是什么呢 枝子花一看花掉 叶子掉 就开始各种折腾 结果给它折腾了 架和稀剧了 这个臭宝呢 总算是熬过了 叶子掉完了 花掉完了 活下来了 其实这就是应急反应植物的 这很正常啊 是吧 就跟那个壁虎断尾求生 螃蟹断臂求生 它断花断叶子求生 它活下来了 你继续养吧 你有它一年的光景 等到明年春天 如果你养得好的话 它会恢复 以前的那种雄风 恭喜你啊 吊很正常 叶子反应 下车宝说 你看这个胶尖的怎么办 这个就 不是桂花就是茶花 看样子的话 应该是茶花 这种胶尖啊 一般分为三种情况 一个是过干 一个是碱性过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过热 出本你看看吧 应该是夏天的时候 得了这个热伤风 就是夏天的时候 过干过热了 这段时间你又浇上水了 新长出来叶片了 你没发现 它已经恢复了 生长了 这个时期要干嘛呀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些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第二步呢 适当的用一丢丢的杀菌药 第三步用上反肥水 第四步控水 第五步把花盆稍微垫高 让它水能及时排出去 好吧 该修剪的可以修剪修剪 下个周把说 这个苹果树盆在起皮干枯 是干腐吗 哪起皮干枯了 这不长挺好的吗 别乱用烂七八糟的样了 给如光照适当的来点肥料 现在秋季 它的最后一波生长季了 你像这种 我看的室外又是泥土 用点粪肥 嘎嘎哇塞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擦点粪肥 拌了拌了 你说起皮干枯 我没看到啊 它正常的脱皮呀 别的没啥呀 下个字我说 刚才网上买的四天 有的枝条枯萎了 咋回事啊 你买的这个 我跟你这么说 它从地上弄起来的 它把下面的组根全部伤了 明白了吗 它会有部分的枝条 割屁 剪掉就行了 它能活下来一部分就 哇塞了 因为这个价格便宜啊 你摊了便宜 你又想好 不太现实 好吧 就值这个钱啊 首先给你肯定 第二个是呢 就是这个枝条已经擀了 因为它组根断了 它那一枝就擀了 剪掉就行了 别的活下来了 下个字我说 田园土和沙土可以吗 它不生根 你别嘎嘎用肥料 别嘎嘎浇水就行了 你基本上不用浇 你就记住 我跟你说 一个月浇一次 就你这个龙骨 一个月浇一次 它长老好了 它不生根 你别着急 你让它慢慢长就行了 植物的一个月 相当于人的一天 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 下个字我说 蓬莱松 掉叶干枯 怎么办 且掉呢 还得掉 你是正常给烛光的 你看我外边养的 那个蓬莱松 都掉没了 但是呢 它还会再长 春天的时候 会长得很凶的 不用过分的着急 该施肥的施肥 该给光照的给光照 它该掉的掉下来 你别 好多的花友 就是关心折乱 你明白 你比方说 我大舅子 他说他受肢都疼 你好像你送医院 里边各种脑CT照一遍 各种抽血抽一遍 各种检查弄一遍 结果去医院 得了传染病 嘎的 别乱折腾 让子弹飞一会儿 好了 希望大家呢 也让子弹飞一会儿 以后会议越来越好 觉得不错 记得点阳观众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眼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长一 拜扯吧